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中国人了 是华裔了 但是听起来他肯定是在美国长大的 是个医生 早晨 星期六早晨进入这个 他在纽约市西奈山医院 在早晨进医院之前 路透社记者捕捉到他 然后他就拍视频了 他是一个自拍的 还讲说我早晨八点 今天早晨 周末 那早晨刚跟太太跟女儿道别 做出了决定 太太跟女儿呢 女儿大概只有17个月 搬出去 搬到另外地方住去了 原因就是他的工作太危险了 没人知道 作为医生他自己也不知道 疫情会延续多长时间 但是疫情的残酷性 他从来没见过 当他看到那些争持 就那些人在与死神争持的过程中 他感到极其的恐惧 他说他自己也感到很恐惧 但他没有办法 他无力 他尽他最大可能 仅此而已 剩下就凭借那个人 自己扛命 他说我昨天离开下班的时候 星期五晚上七点多下班的时候 他说那个ICU里面 有六十几个人 他说我一会儿进去 就不知道 还剩几个人 这是今天的纽约 这是现在纽约 等他进去之后呢 无论怎么样 无论怎么讲 可以看到在纽约的 他的医院里面 楼道里全是病人 但是呢 依然相对来讲 在一种 在一种安排中 在一种控制中 他不会就像我们曾经见过的 在武汉 在这个 伊朗看到那种场景 就是 活人死人 分目出来了 倒是没有 但是有另外的视频 可以看到 这个护士 在装尸 在死人的 这个环境中 走来走去 那个有 那确实有 美国征用了十万个 这个从美国军人 征用了十万个装饰展 纽约市 用冷藏车 我们知道卖肉的 拉猪肉的那种冷藏车 征用来 拉尸体 而且 而且也确实就那么拉了 他已经没有 他没有 没有办法 纽约州已经突破 大概 现在是十三万 大概是十三万 纽约跟新泽西 占据了全美国 美国三十几万 全美国的 百分之五十五 死亡率 他的新的感染率 以及他的这个 整体的数量 都是这样 所以美国 在星期五的晚上 和星期六 川普记者会上明确讲 未来的两周三周 应该是最残酷的 他的证据来自于呢 从他的主要的 医师的角度来讲 他是按照这一种曲线 就按照他的病毒感染 跟死亡的一种模式曲线 推算出来 川普自己的态度大变 大变的时间点 是他跟习近平通话之后 所以我个人以为呢 他应该从美国的中央情报局 和英国的情报机构 拿到的相关数据 去质询过 习近平 那习近平呢 不敢否认 从而给川普带来了 极其震惊的转变 应该讲 在前面的时间里面 习近平把他骗了 应该是把他骗了 他相信了他 从而带来了 今天美国的现状 所以美国的一个 应该是华盛顿邮报的 一个画漫画的 他画了一个皇帝的新装 讲的是习近平 那习近平呢 光不留条 然后 这个川普的错误 他拿了张报纸 川普的错误 成为了习近平的 皇帝的新装 挡住他的屁股 所以这个漫画呢 就迎合了任志强说 光着屁股 也要做皇帝的小丑 和皇帝的新装 以及这个川普的错误 所以这是等同在一起 那习近平做的错误 撒谎掩盖 其实在我们每次节目中 看到的统计表格当中 是完全可以看到的 只不过我们原来 没有太注意而已 先跟大家分享这期 就是现在 格林维治时间 大概是6号 4月6号的下午 一点钟的数据 感染人数130万 死亡超过7万 因为我们拍摄是早晨 所以在很多数字 并没有更新 我们看昨天星期日晚上 那这是前五个 美国西班牙 意大利 德国跟法国 在他的表格里面 他有一个统计数据 任何一个国家 100万人当中的 他的感染数 和100万人中的 死亡人数 这是两个数据 那我刚才介绍了 那疫情在西方国家 已经走了将近三个月 很多数字就累积过来 按照日线 已经超过了100天 他完全可以出现一个图了 我们现在看到 刚刚起来正在发展的 美国 100万人里面 超过1000人感染 29个人死亡 这是一个正常的统计数据 在全世界 平均数 100万人里面 有163个人感染 有9个人死亡 这是这次疫情 截止到现在统计数据 而达到了顶峰的西班牙 跟意大利 西班牙 2800人感染 270人死亡 我说的 基数都是100万 意大利 2100 2100人感染 那263人死亡 德国 德国控制疫情很好 但是他也有1200人感染 和19个人死亡 法国 1422人感染 124人死亡 那现在的英国 呃 他的人数是4万多 所以他的百万人数呢 是700人 死亡73个人 中国的在100万人的感染人数 只有57个 死亡只有两个 呃 这是什么概念 这是没有任何疫情的概念 就是可以讲 没有任何疫情的概念 如果你一定硬比的话 就是现在的澳大利亚 有谁听到过 有关疫情爆发的问题 能够谈到澳大利亚 能够谈到现在的波兰 能够谈到非洲的中部 这是中共 习近平爆出的数据 然后按照一个大的环境 全球的数据进行对比 出来的客观结果 呃 如果是这样的概念的话 这不叫连流感都称不上 更不用说叫全球大传染病了 这个东西是什么都称不上的一个数据 就是你们家 他们家打了个阁 那家放个屁 然后把阁壁稍微熏了一下 就这么点事 绝不是现在的样 所以你横着比也好 竖着比也好 全是假的 所以如果这个数是真的 就不应该造成如此大规模的感染 不能造成全世界的危机 如果这个数是假的 你可以对比的 成30倍也好 40倍也好 那50倍乃至100倍 都是有可能的 那在意大利西班牙和我们现在看到的 正在往骑走的包括的法国 德国 他德国即使他的控制那么好 他的感染的人数也在1200人 那个病毒走出来 它是有个规矩 是有条线 他中南山 是按照这样的数字 拿出来的线 你说是什么 到底治的是猫 还是整的是狗 还是处理的是耗子 对不对 习近平装傻 傻到了治纯 他傻捏 捏到了治纯 他要把自己做成神 所以给做出了这样的数据来 这不是人的数据 这根本不是死人的数据 和感染人的数据 英国首相约翰逊 昨天住进了医院 星期日 原因呢 27号 3月27号 他出现状况 10天 高烧不退 症状不退 高烧不退 那只能进医院了 最新的 最新的消息 说他没有上呼吸机 那这种情况 就是比较厉害了 我 我以为 他就出现了 他个人的角度来讲 出现了很典型的状况 亲共 他上台之后 明确表示 他亲中共 原因 钱 原因就是钱 脱欧之后的英国 要独立走出自己的路 他必须营造全新的环境 第二 因为钱 他允许华为5G进入英国 他自己讲的很明白 那你们谁跟我说 找到另外的渠道 找到另外的供货商 那我可以 但是就我目前来讲 那我只能用华为 华为在一两年前 当时在伦敦 还维持着一千多人 近两千人的雇员 钱 把他带到了今天的样子 就这么回事 就像我们在这个 美国 美国到现在 他的疫情的分布状况 没做任何改变 亲中共的民主党控制的区域 被影响到85%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